华南金控旗下华南永昌证券在2020年3月爆发全球股灾的时候 因为华南永昌三名前主管全证交易避险不及 最后导致巨额亏损 当月税后亏损就高达将近48亿元新台币 连累母公司整体获利 使华南金控2020年3月的税后亏损35.99亿元新台币 事后华南永昌证券请求损害赔偿 全案诉讼四年多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近期民事判决出炉 法院认定这三名被告在进行全证交易跟避险操作时 应该遵守华南永昌证券制定的风险管理规范和注意事项 进行避险和妥善控管市场风险 但三人没能尽到善良管理人应尽的义务而有过失 应该要负赔偿责任 因给付华南永昌证券一亿元引起金融权热议 不过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